這球打得很好 右半邊的安打 這個安打球 安可處理下來之後 范國城 今天是兩個打數 兩隻安打 對 那從我這個角度 當然安打安打 我覺得很棒喔 對 但不過 我發覺到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就是 范國城打右半邊的安打 他是衝刺 衝刺之後發覺 林安可沒有要喘的意思 才稍稍落雷 跟一般我們講 三分之一的位置就開始準備要做繞雷的動作 是不太一樣的 他先跑直線蠻長的一段距離之後 到接近雷包只剩三分之一 才開始準備要做繞雷喔 也可能受到董哲那一隻安打的影響 對 到這邊才開始 你看他是衝過雷包 不是繞過雷包 看一下佩球會不會做一些改變 走了 結果這球打得還蠻紮實的 左中之間 掉下來 是一個安打 而且還踢到球 那既然踢到球 范國城就獲得 要拚喔 看到stop sign 停下來了 再投訴球 在得分圈上 再打安打 真的 這個球在最後一刻 三壘的指導教練 阿瑞是高舉了雙手 阻止了范國城衝本壘 對 那這個球要看這邊 介入主要不要加計一個失誤喔 因為要怎麼解釋這一個 三毫來到二壘喔 因為這個時候在這邊判斷 看這個球沒有辦法接到喔 滑接之後 滑接之後 腳去碰到了球之後 又改變了球的滾動方向 所以造成了 蘇智傑要去追這個球 這球是安打了 德州安打 又看到了一個stop sign 哇 楊敬豪的安打帶著打點 副方在第四局出現了 串聯的三隻安打 又下一場2比0 這個球其實身後為第一時間 啟動的那個實踐 抓得很好 不過三壘的這個阿朗教練 是給了一個這個 擋下來的一個指令喔 因為可能判斷 蘇智傑這種一個彈跳 就處理到這顆球 而且要回傳球的一個距離 是比較短的喔 因為這是在他面前 兩個彈跳之後 就被他接到 對 那你看相對的位置喔 在三壘上的 半國城回來沒有問題 落地之後 你看這個最後 決定擋喔 欸 漏球 哇 這個球 回來沒有問題 看是要給爆頭還是補益 因為有插到重雨的手套 對 有聽到那個插到手套的聲音 那又下一層 哇 那這個球是不是 頭腹之間暗號有看錯 對 馬上來溝通了喔 對 馬上來溝通了 對 對 馬上來溝通了 對 對 馬上來溝通了 對 對 一漏之後的聲號尾 直接滑回本壘 得到了第三分 半五去 這球打板方向 邊線附近 界內安打 這個安打球 得分圈上的楊敬豪 輕鬆回來得分 二連的位置 換余生旭上去 串連的安打 連續四支安打 這個半局攻下了一個三分的大局了 4比0 好 今天李子強的頭球 得到了不少學長的run support 好不錯喔 而且今天這個 互幫喔 這個中後段棒次這個串連 是相當的一個理想喔 當然這個 頭打對決 對古瑜比較傷的 就是他球速落後 沒有太多選擇球種的空間 還是以訴求為主 這個球打得相當理想 剛好壓在左外野的一個邊線上